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郑叶成员冰炎CP破裂 与胡逸选组队双排打游戏,开黑到深夜 出道10年的郑叶成终于在今年4月份凭借助清好大火 刁蛮郡主倒追冷面金灵味的新颖剧情 剧中两人花式追逐撒糖 一下子让很多CP粉磕上了 虽然电视剧已经完结了 剧组还是非常给力 还出来营业发糖 这份体面让很多网友们都表示非常满意 两位主演之间相处也是非常和谐 宣传期间袁冰炎两次评论郑叶成 郑叶成可以说是秒回 可见对袁冰炎十分重视 当时刚出了显示IP地址的新功能 可以看到郑叶成的IP是在浙江的 这与当时郑叶成的行程是吻合的 大致可以猜测这是郑叶成本人回复的 相对而言 普通网友们的留言则是没有得到郑叶成的亲自回复 其实这也可以理解 毕竟他还要工作 不可能回复这么多的留言 但是这种唯独亲自回复袁冰炎的行为 一下子让CP粉表示磕到了 十分上头 磕CP上头的粉丝们 开始在网上疯狂寻找糖吃 结果这不扒不要紧 一扒之下 竟然让郑叶成袁冰炎这对CP破裂了 扒出了郑叶成胡一玄这对往日CP 这还是从网者中发现的 原来郑叶成与胡一玄从2020年就开始组队双排打游戏了 郑叶成的It是蹲蹲个蹲蹲 队友平安后妈则是胡一玄 两人经常开黑到深夜 再往前翻 两人在2020年还一起使用情侣 郑叶成是受洗的锅锅 而胡一玄是五花的肉肉 因为郑叶成曾在采访中说过 觉得受洗锅配上五花肉最好吃 这个发现一下子就引发了网友们的猜测 难道郑叶成与胡一玄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在一起了吗 也许是这个事情引发了工作室的注意 等网友们再去看的时候 郑叶成与胡一玄的账号已经被注销了 这件事两方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不清楚两人是不是真的谈恋爱了 郑叶成与胡一玄在2020年合作离人心上而相识 当时播放的时候就迎来了好评如潮 两人通过这部剧也是获得了一大票的CP粉 其实93年出生的郑叶成今年也有29岁了 也不小了 谈谈恋爱也是很正常的 如果真的和胡一玄在一起了 相信粉丝们也都是支持的 只是这个两个人从前都属于戏 红人不红的类型 好不容易郑叶成通过祝清好成功出圈 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 公布恋情可能对事业造成影响 明星们一言一行 哪怕是谈起恋爱来也要经过粉丝们过目 不然就会导致人气流失 就好比当年陆寒公布恋情 就瞬间掉粉无数 有时候明星们的感情 是隐藏还是公开 都要经过慎重的考量 如果想要自己的事业 不受这些影响 那就好好拍戏 只有拥有了自己的作品 真正有实力了 才有底气去跟随自己的心